還有 首飾太陽 全部馬不準備頭堂九場國際一級賽戰和董事輩 7號大熱 8號起飛 啡格督贏 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美麗之聲快 白衣 藍帽泳彩繽紛 這場很精神 擺在前面 第三位 首飾太陽 灰馬第四位的馬有這隻大印銀子 在外面是章藍 內藍黃衣 第五六位 明月千里 中間是裝屍飛 在後面五隻馬 喜連掌聲 放入內藍位置就是天才 在外面美麗大師 尾以黑衣 步步有包落 尾以現在已經騎著 就是威爾頓 接近一千位段柱 美麗之聲 自己帶 接著第二位 榮彩繽紛 第三位 外面有象藍 第四位 中間粉紅衣 首飾太陽 內藍 明月千里 大印銀子 灰馬 再在後面的馬 內藍位置就是天才 中間夾著喜連掌聲 外面有三搭 裝屍飛 尾三 步步有 美麗大師一直拼著他 在尾以位置 包落尾還是騎著那隻威爾頓 轉彎入直路 前面帶頭的馬 美麗之聲 榮彩繽紛開始上來 外面有象藍 第四位 內藍 省了很多位 明月千里 黃衣 中間粉紅衣 首飾太陽 沿著內藍 省了很多位 還有天才 外面打衝鋒 喜連掌聲 硬撞開那隻 大印銀子 步步有在後面 找來找去 找位 最出有狀屍飛 粉紅眼罩 那隻 美麗大師 最後二百米 榮彩繽紛 佔線 中間喜連掌聲 上來 外面還有狀屍飛 美麗大師亦都上 最後一百米 喜連掌聲 已經透出 贏這場董事盃 跑第二名的馬 是狀屍飛 第三名 中間步步有 外面美麗大師 入面榮彩繽紛 結果這場賽事 都是喜連掌聲 嘩 真是精彩 亦都有點危險性 最後三百米 是硬撞開那隻 大印銀子 而拿到一個望空的位置 一衝上來就贏馬 捧走董事盃 狀屍飛第二 第三名 三隻馬要拍照 喜連掌聲 換了背湯尾 不是餐餐被你撞 這次撞開人 贏馬 狀屍飛 好夜 跑第二 步步有 應該有機會跑第三 莫雷拉 第四 看看是泳彩繽紛 還是開邊的美麗大師 就這樣看了 泳彩繽紛 先跌的 當然要拍照 是很明顯的 埋邊的泳彩繽紛 先跌線 手勢又不差 以為打了很久 背湯尾 是 足之到贏了 國際一級賽 應該要 好 看看暫停的派賽 第一名就是七號 喜連掌聲 獨贏三十一個半 位置十五元 第二名就是九號 狀屍飛 43元 第三名就是一號 步步有 位置派十八元 連贏位七答九派三百二十九元 三重賽 七號 九號一號順序派二千三百七十二元 單天 一七九派 這位是四百三十七元 位置Q七答九派一百一十一元 一搭七派三十九個半 一搭九派一百七十個半 一搭九派一百七十個半 組合獨贏三減一 A1的隔夜二本派十九個半 而組合獨贏勝出連馬斯 結果是B1的約翰摩亞派十四元 還有分四元 蔡汗那半仗厲害 對 一隻 B1的弄紛 拖滿了 操練方面都可以看到 這隻是主力 保重 上次的一你錦標 真的差點 所以我都說,哪隻馬裏哪個位,就是他贏 那你加上今天重要美麗大師,遇到地不是很快 幾樣條件加上都很傾質 四連環1789,派786元 唉,我們沒有壯師費 四重彩7918,順序派15138元 回來,巫師也有很多話說 他要這樣跟貝湯美 都很厲害,這一場他沿路走三碟 跑1600真的厲害,1400很多 現在這隻狀師費 這場我第二都二百多萬獎金 這場 暗摩包Q 三重彩又被他拉起來 791 Q分三百多 8.0 欣賞 《伯仁》 那些美麗也弱點 愛美麗,美麗智聲 美麗大師都還沒得 下一場有美麗王者 背湯尾,又幫摩贏一級賽 外仗 這次布文沒有來,他跑得如何 起碼不會先失死 撑不蒙 被編成局拿下 組合畢竟名 bert B1的約翰摩牙14元 4連環1789派786元 4重採7918派15138元 5尾關7的成長派76元 5尾關9的安慰張派93元 主席 3元 8位 6元 3元 4元 3元 7元 1元 8元 9元 10元 3元 11 做得到 尾場還有一隻 那隻重要,真是王,馬名都有王字 喜王寶 看大摩何時會不會再穿這件紅色西裝 我想未必有機會吧 夏年過年 平時他真的不太流行 這個裝束 各位來賓,董事輩頒獎儀式現在開始 各位伴侶大家好,本年度香港三貫大賽的揭幕戰 董事輩的得主已經誕生了 就是由喜連掌聲師分頭籌 勇奪這一行國際一級賽的樹榮 現在我們有請香港賽馬會主席 葉石安博士 將董事輩和道金碟頒發給勝出頭馬 喜連掌聲的馬主 胡寶星著士及夫人 胡家華,胡家標 以及胡家聰 你當然看到了 現在領獎的代表 就是胡云峰女士 The club's chairman, Dr. Simon Yip is now presenting the Steelers' Cup and a gold pledge addition to Sir Paul Shein and Lady Wu Wilson Wu, Jackson Wu and Dolce Wu Winning representative and owner of Helene Paragon Congratulations 然後我們有請主席 將道金碟頒發給勝出頭馬 的練馬師 約翰莫牙 和騎師貝湯美 And Dr. Yip is now presenting the gold pledge addition to the winning trainer John Moore and Jockey Tommy Berry 公喜細工 謝謝主席 我們當然要拍一張大合照 Congratulations on winning the first leg of the Triple Crown and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恭喜 恭喜 隨著董事杯冠軍的誕生 本年度的香港三冠大賽 就正式展開了 在2月26日 將會舉行次關的賽事 就是花旗銀行香港金碟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That's the end of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e Citibank Hong Kong Gold Cup second leg of the Triple Crown will be taking place at Shati Racecourse on the 26th of February See you soon Bye Bye 好 看完班長 就看看巡邏影片 起播的時候 大家都幾齊 威爾頓稍微慢腳 天才也是縮著來跑 前面見到諾菲好多的泳賽紛紛出閘果然很快 入面首飾太陽 最外面就是美麗之星 順著自己走 大外當白備娘那隻就橡男 灰馬就大印銀子 黃衣黃帽 明月千里 跟著他後面那隻就天才 中檔位置一隻起連掌聲的頭馬 在他開面紅衣紅帽 就是狀屍飛 包美美麗大師 步步友 騎緊威爾頓 其實看步步友 今天他都是在馬林駛駛駛駛駛的 但是走勢都極之好 都看到這隻馬都是佔入街徑 反而美麗大師一路提著 好像不是很厲害 不是很厲害 現在在尾的位置 臨場又沒有了那個地 軟一點點 不過他也跑得不太差 闖師飛就在開面 一直跟著他大印銀子 明月千里那些有沒有 都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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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吐了那麼久 來講算是那麼久 因為千六都不是他的圖程 你看背拖尾 跟葛琳 葛琳想撞過去 走開 你不是說不要 有的 用來借我這個位置嗎 對 因為葛琳打側的頭 打側的頭 想撞過去 真的 薄雷呢 跟著 背拖尾上 如果要撞了 不然無私以捧這個杯 對 看步步有 林尾幾步才會抽進去看空 都馬上湧了 分段24秒48 23秒34 23秒45 無段23秒1 總時間分34秒300萬 過標準時間 五時 兩次